发生在台中大度消防分队抢救一名车祸受伤的62岁富人时 途中遭到了一辆黑色休旅车挡住前方 当时消防车鸣底警示休旅车一度让开 但是后来又从后方超车赶上 直到路口前还紧急刹车 险些造成意外 那么根据调查警方查出了挡救护车的是一名职场的核心员工 在制作完笔录之后呢 这一名挡车驾驶可能会呢 依法处分也可能会前往到消防分队之前 救护车来了目标医院的急诊室 前方黑色休旅车没有遭受阻挡 疑似放慢车速还踩了一次刹车 最后被救护车鸣底警告 救护车拐个弯改走内侧车道 前方路况这一下总该一路顺畅了吧 但没想到黑色休旅车突然加速超车 车体卡位又卡到了救护车前方 不但挡人去路更直接踩下刹车 差那么一点就酿成罪状意外 救护车上当时载的是62岁受伤车祸的富人 但黑色休旅车两度挡住救护车去路 仔细看休旅车第二度挡车时 当时路口号至红灯难道真的非得要在这个重要关头超车卡位吗 救护车警备车工程救护车之警号立即避让者 依处罚条例可以处新台币6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罚款 幸好车上受伤的富人没有大碍 但消防人员被挡车警方获报追查 开修旅车的人是一名职场的核心员工 警方要问清楚马路明明就是两线道 有救护车紧急通过 为何不让 中天新闻王一朝张军栋台中采访报道